騎士騎得搖搖晃晃 路上坑坑巴巴 有民眾將畫面PO網 直說每次騎車經過這裡 摩托車就像在跳舞 請問我是騎車還是跳車 有沒有就說不是要選市長的嗎 直接找新市長啊 還有人揶揄 你不說我還以為你在騎馬呢 像我們騎摩托車的 又載著小朋友 空洞一次我們就會跌倒這樣 這裡是高雄大樹九曲棠路段 車流量不少 但同一條路卻只坐一半 這條還沒鋪到 下雨過後凹凸不平的地方 都有積水 而另外在市區的這條路 施工兩個多禮拜 在做管線挖埋的工程 但挖好後鋪路 路面卻變成這樣 一整條路像是平土一樣 這裡一塊那裡一塊 還有人反映當時施工 整條路封一半造成極大不便 有人因此報警 這都是住戶啊 要來找這個人啊 還要去坐樓盤 不過實際詢問主管單位 表示這個工程 在管線埋設好之後 會先做臨時的路面修復 也會在上頭噴漆 強調鋪的時間跟單位 之後才會完成路面修復 會有民眾反映說 道路施工造成不便 不過因為這都是建設的過程 市區這段正和南路 現在已經修復完成 但大樹九曲棠這邊 還是只完成一半 有網友就說 這是城鄉差距嗎 相關單位強調 這都是配合交通流量 有先後順序的安排 高雄爛路議題 在前一任市長期間備受關注 新市長即將誕生 這種攸關安全的民生問題 可真的不能怠慢 謝謝高雄綜合報導 平均